2021年四个专柜网路 叫好叫做的黑马国际新品牌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最近很多人都喜欢在网路上面 搜集一些来自国外 标榜小众塑效的极简保养品牌 今天我就要介绍四个来自日本 还有冰岛 还有英国跟法国 一些小众的保养品牌 让你的保养更简单 更快速有效果 BB Lab必来宝 记得我小时候啊 有很多女明星女艺人 都喜欢定期去日本注射胎盘素 那听说注射胎盘素 可以让你的皮肤保持很年轻 很光亮 那我今天要介绍 就是来自日本的BB Lab这个品牌 它其实就是在日本 专门研究胎盘素的 大概是在1997年创立 而且他们在鹿尔岛有一个农场 专门提供非常精纯的胎盘素 已经得到日本国家级的认证了 胎盘素啊 它就是提供就是胎儿 就是在一个成长过程中需要的养分 所以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对皮肤很好的像是矿物质啊 维生素还有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生长因子 另外呢它还有就是一个保湿成分 所以非常的能够渗透肌肤我们的皮肤 达到很好的保湿效果 那BB Lab最受欢迎就是这个明星产品 是他们的这个胎盘素的原液 那其实BB Lab最厉害就是他们的 纯化技术非常好 因为这一瓶原液里面 其实大概有95%浓度的胎盘素 打开来它真的像就是好像你开那个药品一样 打开来之后呢 它这边整个包膜要这样撕掉 因为它真的就是它的浓度非常的浓 所以呢它的包装非常的谨慎 那我想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一瓶一旦开封了 最好放到冰箱冷藏 就是你就直接放在冰箱冷藏 要用的时候倒出来大概四五滴 然后呢用完之后就再放回冰箱 以保持它的新鲜度 然后最好在三个月之内赶快用完 那它在什么时机用呢 因为它是胎盘素的原液 所以建议你就是在保养的第一个步骤使用 就是你整脸洗干净之后啊 你就赶快使用它 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胎盘素原液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清爽 像水一样拍在脸上 应该就是秒吸收吧 马上就吸收了 吸收完之后 你再做其他的保养步骤 可以让你皮肤的那个健康底子更好 更利于后续保养品的吸收 BB Lab还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保养品 就是这个复活草的精华美容液 它这个是其实就是结合精华液跟化妆水 如果啊你就是已经之前使用了胎盘素原液之后 你只要再简单上这个就可以了 那它里面啊一样也有它明星的胎盘素的这个成分之外呢 它里面还加了复活草 复活草就是一个很像干干的草 它只要一滴水就可以完全复活了 那这个成分其实目前在保养品里面也蛮多 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成分 那我自己目前也是很喜欢这种比较浓稠质地的精华化妆水 它倒在手上啊其实不是马上就流下来了 那你使用的时候啊其实可以不用化妆棉 轻轻的轻拍按压在皮肤上 它吸收渗透的效果就很好 可以让你的肌肤达到很好的保湿效果 这一瓶精华化妆水啊 它里面还加了一些直脆的一些精油 所以它是有很清爽的一些植物的精油的味道 所以夏天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疗愈哦 最后啊BB Lab还有一个隐藏版的黑马 就是它的这个奇迹复活草的这个保湿面膜 那其实BB Lab这个品牌 为什么在日本会瞬间爆红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它的这种乳霜式的 这种涂抹式的面膜 那这个保湿面膜啊我自己其实也用过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它非常的大罐 你可以非常豪奢地用来涂抹 那它就是一个乳霜的质地 所以你在涂的时候啊 非常非常的柔滑好吸收 然后呢你涂完之后 你会觉得皮肤会非常的保水 如果大家夏天啊 皮肤一直受到阳光的侵害 会觉得很干啊很燥热 晚上回家敷一个这个奇迹复活草的保湿面膜 会有非常好的保湿效果 欧真亭 第二个啊是来自英国的非常小众的品牌 欧真亭 也是我最近蛮关注的品牌 因为这个欧真亭啊听说当初就是王菲她的女儿李嫣 有一次就是随便拍妈妈的化妆台 然后就有拍到这个产品 让这个产品又瞬间爆红 这个欧真亭其实她蛮年轻的 她大概只有十年左右 那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都是用银胶来作为她的主成分 那欧真亭的创办人啊 其实她妈妈小时候她就记得她妈妈都拿一些银制的喷雾 来做家庭的常备良药 像是如果小朋友皮肤有擦伤 烫伤 错伤 她妈妈就会喷这个银胶的这个喷雾 那创办人她自己本身就是在多年前有经历过一次大的手术 那那个伤口要愈合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医生就是让她就是用银来当敷料 促进伤口的愈合 所以大家应该就知道原来银对我们的皮肤有这么好的疗效 欧真亭最明星的产品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瓶银霜 那她号称就是解救烂皮的大银霜 她用的瓶子非常的特别 是来自杰克的紫金瓶 是完全全不透光 她可以把成分完全保护在这个瓶子里面 不会受一些光的日照啊一些影响 她其实看起来啊就是那种比较是水水的 水水的乳霜 可是她擦在皮肤上面一点都不黏你 涂抹开来之后 她会让你的皮肤呈现一种比较雾感的质地 然后重点是她是连眼周肌肤都可以擦 身体也可以擦 所以如果你就是亲完粉刺啊 有一些皮肤发炎啊 有一些伤口需要修复 利用这个银霜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不习惯这种乳霜的质地 那欧真廷的银霜还有出一个银乳的版本 它就是比较清爽 然后一样跟银霜一样有那种木质的香调 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愉悦 让你的心情很放松哦 贝欧飞 这个牌子啊是来自北欧的冰岛 那台湾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这种北欧的牌子进驻 贝欧飞啊是全世界唯一利用植物萃取活化成分的一个公司 那它这个牌子啊其实在欧美都是专门进驻一些顶级的贵妇百货公司 所以受到很多欧美贵妇的喜欢 听说啊之前香奈儿的设计师卡拉格菲也是他们的爱用者 那贝欧飞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我手上小小15ml的冰岛小磨瓶的精华液 它其实是利用到诺贝尔的EGF的生长因子的一个理论 那大家听到EGF想说这是什么啊 对其实就是一个让皮肤可以有一个年轻生长的一个活力的一个成分 那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产品讲说他们有EGF生长因子 那其实你知道吗 EGF其实非常非常的贵 大概一公克的EGF 比一公克的黄金还贵上一千杯 你就知道它其实在皮肤上有多好多大的贡献了 那其实市面上很多EGF都是比较属于动物的萃取 那贝欧飞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利用植物的萃取 因为他们在冰岛里面种植一些大麦 然后从大麦去萃取出它的一个EGF的活化成分 他们传化的技术可以让这个EGF有90%的浓度 贝欧飞的这个最热卖的冰岛小磨瓶 它虽然看起来像水一样 可是呢它其实涂起来是非常有滋润感 感觉很像有点油脂在皮肤上面 所以你看我刚第二三四T 它其实可以完全延展开来 它涂在肌肤上是一种很滋润的润感 里面有满满的EGF 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做好非常非常好的光泽 跟保湿跟抗老 这一瓶它里面呢 其实只有使用到七种成分 它应该算是全世界成分使用最少的精华液 而它也得到一些国外的一些 纯净美容的美容大伤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入手一个 贝欧飞的产品 这个冰岛小磨瓶绝对不能够错过 最近我的那个美容的社群 也有很多人在问说 有没有推荐很好的眼部精华液 那我要推荐这个贝欧飞的这个 眼部精华液 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抗老精华液 如果你有一些细纹啊 黑眼圈啊眼袋 其实都可以透过它来解决 那它的包装也很特别 就是前面有个滚珠 然后后面很像针筒一样 就是你可以压 按压之后呢 它就可以挤出来 然后呢 擦在眼部周围 你想要改善的地方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所以我觉得这个眼部精华也非常的推荐 费洛加 来自法国医学美容品牌的这个费洛加 我之前其实在影片里面介绍 法国药妆店一定要买的产品 我就有介绍到他们 那费洛加其实已经成立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前啊 其实注射医学美容还不流行的时候 它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它成立了一个抗衰老的医学实验室 专门研究很多活性成分 以及就是那种奈米化的渗透技术 希望能够擦在皮肤上面 就能够媲美有注射型的医学美容效果 所以它就非常的成功 一直到现在 这个亮泽面膜是菲洛加 一直明星热卖的产品 它是一个十全大补的面膜 号称就是如果你皮肤很皮肋呀 很暗沉 你只要一擦上 敷它大概15分钟 你的皮肤就会瞬间得到了解救 那我自己呀其实也有使用过这个面膜 那这个面膜的质地呀 就是也是非常的柔滑 你擦在皮肤上面 不管是薄薄肤或厚厚肤 你只要等待15分钟 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皮肤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 十全大补的亮泽面膜 非常值得推荐 菲洛加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在网站上面非常热卖的产品 就是这个眼霜 那眼霜真的是最近大家很热门探讨的议题 那这瓶眼霜也是一次可以解决一些细纹啊 干燥跟黑眼圈 如果你对于你的眼部有一些困扰 选择这个眼霜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以上就是我介绍今天四个来自不同国家 都标榜素效 有很有疗效的保养品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 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